今天我们来看一家通信设备厂商 一连网络 所处的细分领域是企业统一通信 主要的产品是企业办公场景当中 经常会用到的音频 通话设备 视频 会议系统等等 两类产品在全球的市战率 分别排到第一和第五 公司还是微软视频会议系统 在全球的战略合作方 在拆分主营构成的基础上 我们先分析 公司未来的业绩增长点在哪里 但是对这家公司还有两点疑问 需要重视 高毛利能否维持 以及是否会被贸易制裁 企业统一通信行业 在欧美市场发展比较成熟 在国内比较缓慢 一方面是欧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比较早 企业IT的应用水平比较高 企业通信更习惯使用邮件 及时消息等沟通方式 对统一通信的接受程度 比较高 而国内企业信息化 还处于起步阶段 企业用户更习惯使用电话 微信等沟通方式 基于上述背景 一连网络的主要业务在海外 欧美合计收入占比为80% 中国大陆及其他地区合计20% 公司成立于2001年 起初做通信交换机设备 后来主攻企业通信设备领域 最新的营收构成分为三大产品条件 第一个产品条件是桌面的通信终端 收入占比58.5% 主要的产品是SIP画机 目前全球的市占率是第一 约为38% 这是公司的优势产品 SIP画机是企业办公室常用的通话设备 比如呼叫中心 另外一些公共场所 比如医院交通运输等 也是常用的场景 第二条产品线是会议类产品 营收占比是33.7% 具体的产品是高清的视频会议系统 2015年推出 会议类产品的推出对公司意义动达 公司由单纯的设备厂商 开始转变为终端设备加系统服务器 提升了整体的竞争力 根据不同的会议场景 会议类产品分为覆盖中大型 中小型 以及超小型会议室的一体式终端 2022年视频会议系统的出货量排名全球第五 第三条产品线是云办公终端 营收占比是7.4% 是2019年布局的新产品线 推出的背景是企业移动办公化场景不断增加 对设备的需求也更加多样化 公司云办公终端主要产品包括商务耳机 便携式的会议电话和个人移动办公摄像头 目前以商务耳机为主 公司的生意模式 轻资产 重研发 重销售 从制造业的微效曲线来看 专注在两端 即研发和销售 生产端采用了外协加工的模式 其公司负责产品设计 软件开发和产品的检验 自行采购所有的原材料 提供生产的工艺流程和工艺文件 委托第三方外协厂商 按照公司的技术标准来进行生产加工 并且向外协厂商支付加工费 这种模式可以有效节省人力成本 提升原材料采购的溢价能力 稳定产品的毛利率 在研发端 公司的技术人员数量 占员工总人数的比重在50%以上 每年的研发投入占营收的比重 也从7%一路提升至11% 但是从当前的数据来看 研发的规模效应还没有显现 每单位研发支出带来的毛利 在1819年达到最高值近12元之后 就一路下滑 目前只有不足6元 这说明为了业绩增长 公司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而研发投入的产出比在下降 再来看微效曲线的另一端 销售 公司的销售模式 以渠道分销为核心 公司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授权经销商 或者是电信运营商 再由授权经销商或电信运营商 将产品进一步销售给下游的分销商 系统集成商等等 最终会销售至终端企业客户 目前公司在海外拥有稳定的经销商数量 超过80家 并且大部分经销商与公司的合作关系 在10年以上 经销商的付款周期 与海运周期大体相当 平均的应收账款天数 大约是50到60天 单纯从生意模式来看 轻资产 高毛利 现金流充裕 每年还有可观的理财产品收益 感觉是一家躺着赚钱的公司 但真实情况是这样吗 我们先来回顾业绩增速 稍后再来看 这种躺着赚钱的模式 是否靠得住 公司历史业绩增长的动力 是技术驱动加市场驱动 这其中技术是前提 但这一类音视频技术 并不是特别高精尖的技术 想要维持市场份额 重点是能否与头部客户联合 形成比较好的生态环境 公司历史业绩增速较快的时间段有两个 第一是17年上市以前 欧美市场的音频通话设备渗透率提升 下游需求景气度比较高 公司不断升级优化产品线 从起初的USB画机到SIP画机 并且借助海外成熟的经销商团队 市场份额稳步增长 第二次业绩的快速增长期 是在18-19年 这一次是视频会议系统的渗透率提升 2018年 公司成为了微软全球音视频的战略合作伙伴 在该产品线上 与微软合作的收入占比大约是29% 所以微软的视频会议系统Teams 市占率的提升 也显著拉动了公司的业绩 Teams系统在17年的3月份正式推出 这一次微软又使用了捆绑销售的老套路 凭借协作办公市场的定位 和Office 365的捆绑销售 在推出后7年的时间内 Teams在全球的市占率达到21% 位于第二位 第一是Zoom市占率是55% 不过2024年的4月份 为了缓解潜在的反垄断处罚风险 微软宣布在全球范围内 拆分销售Teams和Office 考虑到Teams推出至今已经有7年 中间又经历了疫情期间 在线视频会议系统的需求爆发 Teams已经借助Office市场的支配地位 提升了自身在视频会议系统软件的优势 后续拆分销售预计不会产生较大的不利影响 对一连网络未来业绩增速的判断 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 首先 在企业统一通信依然是以欧美市场为主的前提下 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期已过 从产品条件来看 增长的重点依然在视频会议系统 但过去几年 疫情加速了该类产品渗透率的提升 而公司又与行业龙头深度绑定 疫情过后 需求端会回到正常的增速水平 Teams与Office的结绑 也会放慢市占率的提升速度 其次 如果未来国内统一通信行业迅速发展 公司还有望迎来新的业绩高增长 但考虑到开篇我们提到过的国内外统一通信发展的特点 短期国内市场的渗透率很难快速提升 接下来我们重点看对这家公司的几点疑惑 第一是高毛利是否可持续 统一通信行业算得上是充分竞争的行业 行业内还有思科这样的龙头企业 所以不存在垄断获取高毛利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公司会有如此高的毛利率呢 这一点监管也有疑惑 并且在19年曾下发问询函 要求公司说明毛利率和净利率保持高位的合理性 公司的回复是研发投入 但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过 公司近几年的研发效率在下降 研发的规模效应也并没有显现 并且统一通信行业并不是技术壁垒非常高的领域 靠研发能够维持高毛利 显然不太现实 此外对于远高于同行业的净利率 公司的回复是销售端的规模效应 可以有效控制人员成本 但是由于销售收入都在海外 我们很难通过细致的经销商数据分析 来验证是否真实存在销售渠道的规模效应 从常识来看 同行的竞争对手都位于本土市场 在语言和政策环境方面更有优势 一连网络并不具备优势 此外对于公司与微软的战略合作 我们可以结合微软与英特尔合作的案例 做侧面的印证 在PCG的高光时期 Wintel的模式几乎所向披靡 但即便如此 英特尔也需要等待微软操作系统每一次的升级 来提升处理器的性能 并且英特尔的研发投入和规模效应 要明显高过一连网络 即便如此 英特尔的毛利率也只达到40% 而一连网络的毛利率高达60% 已经接近了微软的毛利率 显然高毛利能否持续是要打问号的 另外说到轻资产 公司的资产结构当中 最大的类别是交易性的金融资产 及理财产品 占比高达57% 这部分产品是与主营业务无关的 非经营性资产 如果踢出这部分资产 和主营业务相关的资产 投资回报率居然高达66% 对于英视频设备厂商来说 这一数据显然也是失真的 第二个疑惑是 公司是否会受到贸易制裁的冲击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时 公司曾经就面临着被制裁的风险 但最终并没有被列入制裁清单 但是在24年5月份 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贸易战 宣布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 电池 光伏组件 半导体等产品 要提升关税 一连通过在海外本地的 授权经销商销售产品 如果未来加征关税 经销商队伍的稳定性 可能会受到影响 起底一连网络 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 第一 历史业绩增长 靠技术驱动 加市场驱动 但是未来大概率会从高增长 进入到平稳增长期 理由是在线因视频会议系统 在疫情期间渗透率大幅提升 疫情之后将回归常态 第二 生意模式是轻资产 重研发和重销售 但研发的规模效应 并没有显现 销售端 由于经销商团队都在海外市场 很难验证销售端的规模效应 第三 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比过高 踢出金融类资产之后 经营性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得有一些失真 并且高毛利的持续性也存在疑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